今天问的是有关这个包心杯子 夏天的包心杯子呢 原对一开始初期正在 算是一直到包心的时间 比较呢 我们的待日 待人 吃每次 这到底是要怎么来分配 那是说 这十杯的部分是什么 都要在那十八天里 四天一天 一天七天 刚好是十八天 老师是不是要这样子分配呢 好 这般来我们在装 这通常有时候不像这样子 所以大家 其实 稍微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 那我们包包子 包包子在暖浪因为 那个 他 本来就比较败 所以呢 当时我们在这个肥 在应用的时候 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在暖浪和寒浪 但是这里面 为他最大的差别 应该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他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期间 暖浪的行动时间比较短 寒浪 寒浪 所以寒浪 他行动期比较短 他行动期比较短 和他适当适合 所以 他的温度比较适合 他的行动 所以 他的一个需要的肥份 因为 行动期比较短 所以 需要这肥份 会留得比较多 他缺盖 就容易来 申请 这个 缺盖 宝贝 在藤骨或是種化後 大體上我們處理的問題 在病害裡面就是 細菌性病就是黑乎病 真菌性病害就是乳菌病 黑乎病和卵腐病 都熱人比較嚴重 當然熱狂也都會 所以在各溫各受的時候 卵腐病就比較重要 所以要怎麼可以去減輕 所以我們建議說 注意因為太乾 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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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缺鈎 所以你改的補充 所以每一邊轉移的時候 都加一點點 很薄 給它一點點 效果很好 所以你在營業的時候 最主要有這個改 你可以這樣做出力 那麼 唐海你就不用說了 大概你就知道 今天反正正宝壁就是 這個 在擲堂 尤其小菜和雕食 這種 這個 一定要注意 讓它好食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只要如果是高溫 而且如果是運動更高 他就沒辦法 吸收這個 正常的改 所以 他就比較容易 例如在這個業員 然後 效益的炒威達裡面 錄心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缺鈎的這個現象 那麼 這個裡面 就是說 盡量 盡量 這個水分 比如說你肥 可以少量多濕 比如說我就比較少 我加了一倍 水質比較對 水質比較對 水質比較對的時候 他就 這個 改的就比較不容易 很容易 這個 欠款 還有一個 如果是有條件 如果人家製造 包廁最好是 除草 不要蓋塑膠 對草 因為你蓋草 這個土 如果是稍微 缺蓋 這個東西 就非常嚴重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肥 因為這個時間 你種的 這個時間不一樣 大概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最好的就是說 可以每一遍 其實不是說 十八天裡面 就要留給他 甚至 你對著 你生長的時間 可以再留一遍 留一遍 差不多 通常是一禮拜 大概一週 可以讓他六到七天 一個肥 這樣 可以讓他有稍微 成長起來 那麼 在我們在靜的時候 就是說 因為這個包廁的 初期 初期的質 很重要 就是說 其實他比較適合 在這個力量 所以在柔軟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 我們選的 這個瓶頸 比較耐熱的 這種瓶頸 很小 所以 大概 就是說 我們都會去選到 那種 很糟糕的 這個比較稍微 鬆鬆 鬆鬆 小顆肉 有人買就好了 所以這個通常是 差不多四十天左右 那些東西差不多四十天 所以四十天你把它算 從它靜下來開始 這個它挖起來之後 挖起來 通常是 頭上一禮拜 尽量是不要下肥 這不要說一開始 你肥就把它撞下去 一般來說是 尽量是 所以有可能四天到一禮拜 你就看它 尽量要下肥 那時候要下肥 所以你現在 如果下肥三天 應該要四便 大概要下四次 四便 這個瓶 稍微把他的肥 對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寶貝仔來說 我們在用的肥料 大概 他在使用的肥分 大概就是蛋的比甲多一點點 所以 很多人是用四十三 就是說在熱人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 這個四十三其實是不太好 就是說你蛋還是要稍微高一點 所以一般來說 五號可能是 會稍微好一些些 就是說 到外面 並說你下肥 七天七天七天 並積累後第七天 再來七天七天 這樣是不是已經 一個七天 兩個七天 三個七天 到第四便肥 那個時候 那時候 就可以讓他有一點點 夾更高 他就開始會包 所以通常是 你可以這樣 來跟他 調整 所以這點 這個 比較不一樣 一般就是 就是說 世長他到包包包的 他本來是現現 比較欧倒壞 所以他通常就是 就是說在他的這個輸球量 算頭上那個時候 其實他還沒包起來 他可以去吃的這個營養粉 會留得比較少 所以他通常在這個時候 在現現這個時候 還沒開始正式在包這個時候 他對溜的這個輸球量是比較高的 這個時候溜的這個輸球量比較高 他開始在包這個時候 可能就溜的輸球量比較高 所以你的感受就比較不一定 你熱人可能就是說 一般來說要跟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肥的時候 你溜就要溜起來了 有的人是說 如果我43%就走 其實這樣比較不好 所以你可以溜 但是你溜用太多的 這個前提就是說 說我們一定要去幫他 有適當的這個蓋子 這樣起來 蓋腦膏 那個蓋子吸收就會比較正常 你如果總說一直都 淡手都放很重 他肥子比較大 那個包比較不會 主要人已經就不會定盤了 所以這個東西比較不會那麼定 所以通常是這樣 所以這給你稍後了解一下 就是說頭的這兩遍 頭的這兩遍 你可以用五盒子 甚至頭的一遍 你可以用一盒子 那一遍一盒子來兩遍五盒子 再來這遍就差不多 這第三遍跟第四遍肥 通常你如果是大宅的時候 會差不多四十天 所以第三 你根本沒有時間 你就有第四遍肥 第三遍這個時候 你可以幫他加油 因為包起來小小粒而已 你如果是先比較涼 你可能這個後面這隻 他可能就比較慢 所以你要注意 就是反正他在包的時候 就是蓋要比較高 蓋要比較高 我們蓋要比較高 不然他就蓋得很高 你蓋蓋很高 也很容易就缺蓋 所以要稍後注意 這個管理 一般來說 對寶貝 尤其熱人的寶貝 那洗漲的時候 最重要是 蒸下去之後 在翻起來的速度 一定要很注意 有的人很快要下肥 不對 有的四天就在下肥 我是跟這個 對我來說 熱人 你冷人不差 因為冷人你把它下肥 那時候涼涼了 你四天把它下肥 但是熱人 他說熱人比較緊大 熱人不一定比較緊大 他看起來比較緊大 但是他經費一個 金的一個發用 那時候其實是比較容易衰弱 所以通常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打肥 如果說沒有打肥 說四天就要熱肥 一般來說就是差不多七天 你就要稍微注意 這個賣四天的熱肥 最好是可以七天 六七天才來做一遍 這個肥 大概肥三遍到四遍 例如說你六天六天六天 差不多 不一定要七天 這個時間你稍微調整一下 他現現的時候 沾比較高 再來 開始要包的時候 他加到油管 加到油管的時候 你改 就要堆在床邊 就要堆在給他吃 那人盡量不要太高 所以有什麼辦法 沒有說很人動 說用四十三的節節 原因就是 那人吃的量很悠閒 落下去都是政家途中的儀式 所以你用一些榮林菌 尤其對爆 français 看到習近平的剛才行的功夫 是最好 非常好 生活 所以他們CS到速度會很快 區別 residential 這裡的速度也只有很大 所以讓合併團 就行了解到 請出去 制服一個進行 有時候在財布的管理時 必須提供天氣 尤其是流水 流水流水 有時候比流水更重要 對寶貝亞的寶貝亞來說 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給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人的部分 都是真的 在地位打地 沒辦法說 這月還落的那些人 都非常有限 那是政經頭上的高醫師 所以我是不建議說 很多現在我們 正寶貝亞 很多榮林郡都用了 都不錯的原因 最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給你稍微做了解 所以你可以用五盒和四盒買便 如果用一些四盒 這你有意想不到的一個好課 這提供給你做參考